截止到今天上午 大修敦地区病毒感染人数为16904人 412人死亡 6747人痊愈 德州的感染人数为55971人 1527人死亡 全美的感染人数为 1709243人 99884人死亡 好我们再来关注 美国国商日假期结束后 修敦市市长特纳针对大量人员出行聚会的照片和视频表示失望 市长建议这些假日曾出入公共场所 没有实行社交距离和佩戴口罩的居民 到休斯敦27个免费的病毒测试地点进行测试 在星期天召开的市政会议上 市长提出以上建议 同时市长强调 35%以上的病毒感染者没有症状 但仍可以传染给老人和孩子 根据一家邮轮公司的报告 由于宣布8月1号邮轮开放订购嘉年华邮轮航线的游客数量增加了六倍 比去年同期提高了两倍 这家TMZ的报告还显示 游客对此时疫情的状况并不担忧 多数人称他们很健康 期待着邮轮重新开放 该公司网站也显示 邮轮将于8月8号从加尔维斯顿出航 尽管目前各州都已经进入复工阶段 但是美国24个州的病毒确诊数量仍然持续的增长 主要集中在南部和中西部地区 有机构预测 经过国商日假期 许多人没有遵守社交距离和参加聚会酒吧活动等 病毒确诊数量预计会有一定的增长